我們公司有一個部門 他就是在看社群 他們就是貼本門 據說這個部門就每天在那邊 滑手機啊 看誰撮圖照片啊 什麼什麼的 有錢的啦 會對他很好的啊 溫暖的啊 暖男啊 會呵護他的啊 以上他都不要 我覺得生命給你的什麼東西 就是他就是 他就是要給你 陸醇基本上叫成旺之星 他會幫助 公衛內的另外兩顆祖星 發揮那個好的跡象 借過來之後呢 他的夫妻功呢 叫太陽天晶 好 大家好 今天的來賓很特別 我們互相為彼此的粉絲 有個美麗的空姐 錯了一本書 我就去問他說 你這個書買了可不可以簽名這樣子 就這一本 三萬英尺高空的生活 早期有在玩五名小站啊 或者是有在追蹤美女的 可能就會知道這個肉依 我去問他說 可不可以拿來搖簽名 我們就這樣開始聯絡起來 然後才發現啊 他超有趣 一定很多人想要知道說 那為什麼要從一個大家覺得還不錯的工作 去追求自己的夢想 讓我們來介紹一下 今天的來賓 肉依 大家好 我是肉依 王小帆 我一直以來 對命理類超自然啊 或是什麼 身心靈都很有興趣 看了非常非常多 老師在YouTube的影片 然後還有一些文章 因為我覺得命理實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有趣的點不在於我很迷信 或是什麼 其實是因為我非常貼齒 我想要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我就一直不斷的接觸各種不同的算命 不管是什麼塔羅牌啊 占卜啊 我甚至還有去試過那個米掛 訪談前啊 我跟他聊了大快一個小時 他充分表現出天同心的人的特質 他覺得他的人生沒什麼專責 人生沒有什麼大事 人生沒有什麼過不去的事 人生沒有什麼痛苦點 可是其實他的人生有一些很大的變動點 那他為什麼人生不會有這樣子的感覺 其實是因為那個天同心 我覺得我發生了很多事情 對很多人來說應該會是非常 痛苦 或是非常沒有辦法接受的事情 我之前在航空公司飛嘛 一般而言 大家都會覺得是一個很不錯的工作 你可以到處玩到處看 然後薪水也不錯 該飛的 該玩的 該看的 該吃的 你該體驗的 其實全部都體驗過了 我知道我繼續這樣下去 我的人生就是只有這樣子 所以我才覺得說 我想要去看一看 我還可以做一些什麼 如果有follow我的人 應該會知道說 當時我離職之前 就是公司給我很大的壓力 自媒體就是有話有點做大了 很多人會看你寫的文章 然後聽你說的話 我們公司有一個部門 他就是在看 社群 他們就是鐵粉們 據說這個部門就每天在那邊滑手機啊 然後看誰PO什麼照片啊 什麼什麼的 所以他對這些所謂的KOL 或者是所謂的什麼有一些網美嘛 然後有一些什麼 網紅啊 這些人他們都非常遼弱的執照 因為他就是要知道你在幹什麼 記得有一次就是要去上班 然後我們從台北坐車到桃園 然後就刷那個門禁卡到進去 公司的人他們就派人在門口讀我 就說來來這個文件你簽一下就簽一下 上面就是寫說你不能跟媒體 或是跟任何第三人講說公司今天對你做的這件事情 老實說我覺得我在這個公司裡面最痛苦的時間是那一段 我真的也是天生比較反骨一點啊 因為我認為我做的事情沒有錯 所以我那時候才是真正的下定決定說好那我要走了 我在飛倒數那幾趟的時候很資深的做長找來跟我講說 你把你的辭層去抽回來 他很認真跟我講說這個工作非常的穩定 好好的做下去你不要再想其他的事情 他說你把你的辭層收回來 我老實說我有一度閃過一點點猶豫 但是我想要有更多的可能性 我後來又進了廣播電台就主持廣播節目 我主持了行腳節目的外景 拍影片嗎 我如果在飛我之前是沒有時間可以拍影片 而且我還出了一本書 各方面就是我可以做的我喜歡的我就去嘗試 我覺得生命給你的什麼東西就是他就是 他就是要給你 他不管他今天是好的是壞的 我甚至會覺得說今天來了一個小人 這個小人其實我書裡面有寫 所謂的那些小人對我而言我現在再回頭看 我覺得他們都是我的貴人 天童人就是這個樣子 他對生命中任何的事情呢 他都可以很坦然的面對 永遠保持的樂觀跟夢想 他唯一唯一有可能會煩惱他的 只有愛情而已 尤其是天童跟劇本同工 或天童跟劇本對共的 那種啊有錢的啦 會對他很好的 溫暖的暖男啊 他會呵護他的啊 以上他都不要 蠻常有人跟我講說為什麼你都會吸引到一些很怪的人 例如呢 他平常喜歡吃狗食 沒有啊 如果喜歡吃狗食的話 我應該沒有辦法跟他交往 我可能在潛意識裡面喜歡的對象 他可能有才華的 通常有才華的人都是怪的 有些人要娶你為什麼又不要 好啦我老實說我覺得我自己也是一個 雖然說我在感情上面其實算是曲折的 憑良心講在一起的那些過程其實都還是是快樂的 但是婚姻這件事情呢 我不曉得為什麼我就是沒有勇氣 有長期在追蹤我的頻道的 或者是那個有在看我的書的 就知道說我們有一句治理名言 人要去吃屎 到底是屎的錯還是人的錯 一定是人的錯對不對 有一個人啊如果在感情上面啊 一直在碰到很奇怪的人啊 到底是那個人的錯 還是他挑的對象的錯 為什麼有一點中槍的感覺 那你可以接受這個男生你覺得非常好 然後很懂你 但他有老婆 不行啊 完全不行 因為第一個我自己知道我是一個 黑白很分明的人 那女朋友呢 不行 狠刀奪愛才是愛 我常常看到我身邊很多朋友 他們在一個感情裡面 不管是婚姻或者是男女朋友 其實他們痛苦 這樣子的狀況很有可能 其中有一個人不小心就會發展了別段 但他們三個人都痛苦 這種狀況我自己知道 如果在裡面我絕對沒有辦法忍受 但如果有一天你 你跟他在一起的時候才發現原來他有女朋友 但是你已經很愛了 那怎麼辦 我會退出 我會覺得我是不是自己眼瞎 我會覺得我看人有問題 雖然說我看人的方式很奇特 但是我覺得這種原則上面的東西是必須要知道的 發現了他其實有另外一個女生 不管是在我前或是後 我都會立刻就說再見 很多的書會寫到說 天空這顆心啊 在感情上面其實容易出軌 因為他們喜歡享樂是不是 尤其他心軟啊 心軟 心軟倒是真的 不好意思拒絕人家 對 或者是譬如說前男友回來啊 他會覺得 哎呀 大家總是有一個情分災 那你不怕是拒絕他 然後或者是說跟同學們同工的人 我已經在一起了 可是我發現其實我才是小三 我就會覺得我放不下 然後會糾結在那裡面 會希望對方去把他的那段處理掉 我覺得如果在面對這種事情的話 我當然心裡的情感面當然是放不下的 對 但是我很明白 我很了解我自己 我知道這個事情我過不去 這個坎我絕對過不去 所以即便他可能跟對方分手了 我們兩個繼續在一起 這個坎我還是過不去 我們平常上課會講說 人生都需要一個天良的朋友 其實人生也需要天童的朋友 因為你跟他相處的時候 總是非常非常開心 天童心的人啊 就是那種啊 你救他去吃什麼東西 他都可以接受的 只要不要太奇怪的 喝什麼酒呢 他都不會太計較 只要不是什麼 竹夜星或大雕這種東西 有一個這樣天童的朋友呢 總是在我們人生中啊 在你很苦悶 或是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可以去找他吃個飯喝個酒之後 你就覺得其實人生還挺快樂的嘛 這樣子的天童心特質 所以在很多書上會告訴我們說啊 天童的人在情感上面呢 他就會變得有一點點的沒有界線 我們剛剛聽肉依說 他也不是這樣子哦 他可以為了感情無怨無悔 但是踩到他的線他就 對 踩到我的線就沒有辦法 肉依的盤啊他是天童作命 然後對面是巨門星 這一組呢是我們常說的 如果他是童工 那他一生幾乎都是為了感情所困 不論他是在情感上 或者在交朋友上 或者在工作上面 都會因為自己的情緒影響 對拱的這一組 就是天童作命 巨門星在牽移工 肉依的這一組呢 他會是隱性的 我今天覺得這工作我不想做了 我就不做了 他這件事情 大概三秒鐘他就想完了 想完之後就說 那我們就這樣吧 對 沒有錢 他會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是隨心所欲的 是活得很自在的一個人 唯獨在情感上面 他會一點點小小的 自己的想法跟要求 那他為什麼喜歡奇怪的人呢 以他的盤來看啊 他天童作命 夫妻公是空公 空公的對面呢是天機太陰 在隱身位這個位置 所以那當然大家就知道說 雖然我夫妻公是空公 可是呢 如果沒有煞星 沒有蒼曲在裡面 我可以把天機跟太陰 這兩顆星 直接搬到空公裡面 所以某個層面來說 可以說 他其實在情感的態度上 他就是天機跟太陰的 天機太陰再加上天童 我們看起來就是很花星 放蕩 但是為什麼現實的情況沒有呢 跟書長講的東西不一樣 這邊我要講的很重要的重點就是啊 天機跟太陰搬過來之後呢 我們會發現啊 他的夫妻公裡面 有一顆星叫天行星 你在網路上會查到什麼 在命公會刻苦啦 刑罰啦 然後老天給你的腮害啊 吧吧吧吧吧吧 星要解釋必須對應公位 在夫妻公呢 夫妻公代表他的感情態度 天行這顆星呢 主要兩個解釋啊 一個叫做老天給的災害 另外一個呢叫做 你對你自己的刻苦要求 那老天給的災害啊 譬如說你出去車禍 譬如說你掉到水裡面 譬如說你做什麼蠢事 傷害到自己 這種突如其然的災害 這叫老天給的災害 可是突如其然的困難呢 它是個現象 現象會出現運線盤裡面 不會出現在本命盤裡面 那它這個天行星呢 是在本命的夫妻公 本命夫妻公呢 我們本命盤就叫做 我天生的態度 我天生在情感上的態度 是天行星 那就會去運用到 天行星的另外一個解釋 叫做刻苦要求自己 夫妻公裡面 他嫁這個天行星之後呢 他對自己其實有很高度的 自律跟自我的要求 因此即便 他的個性 他的外源 很容易會讓他碰到 舊的情人要回來啦 很花心的人要靠近他啦 有老婆的也要靠近他啦 有女朋友要靠近他啦 他就會用這個天行星呢 把它斬斷 嚴格的要求自己 也要求自己在情感裡面的態度 這個就是為什麼 他好像看起來 會是這個樣子 可是其實沒有 當然這也是我們常提到的 我們不能夠單攻單心論 不能夠 只看片面的解釋 因為 他即便具有這樣的條件 可是他會因為運線的關係 會因為 三方勢政有很多 其他星進來 他不見得會如此 我們只能說 他有足夠這樣的條件 讓 所有離開他的男人 都忘不了他 或想要回來 即便情感上面 他會捨不得 會放不下 可是他實際上 他還是會這樣做 就是因為這個天行星的關係 至於那個喜歡啊 找奇怪的人啊 這為什麼呢 天璣跟太陰借過來之後啊 太陰星我們常講一個格局啊 叫做十二格 所謂十二的意志啊 並不是真的很壞 而是奇怪 那借過來之後呢 十二格他必須 太陰跟火星跟 靈星同工 他就形成正式的十二格 那他的態度 可能就真的很奇怪 可是 這邊借過來之後 這也是常常那個 很多網友問我們的問題 我這樣子呢 呃 天璣跟太陰 然後太陰星如果碰到 火星跟靈星 算不算十二格 那我們一般的回答 就告訴你這樣不算 因為你必須以前面那個主星為主 旁邊那個太陰星是輔佐天璣的 也就是說你實際上還是天璣 聰明然後 當然有時候會ㄎㄧㄤ掉 比如說天璣就跨跡 但是旁邊太陰星會去幫忙他 那幫忙的過程中間呢 有一個暗河的火星過去 同學也都會問說 暗河到底算不算 我們只能講啊 正式在裡面的啊 他是完整的情況 然後其他的是受影響 就好像法拉利就是法拉利 贴法拉利logo跟改法拉利连胎算不算法拉利 不太算 可是他会有这样类似的特质 他有这样的特质去影响他 最后最后还有一点 不管他多龟毛 不管他多奇怪 不管他挑的人比较忙 或者跟一般人不一样 可是这些男人也都很想要娶他 但是为什么最后他没有结呢 其实有个很大的重点就是 这颗露存星 露存基本上叫成望之星 他会帮助宫位内的另外两颗主星 发挥那个好的迹象 借过来之后 他的夫妻宫叫太阴天机 关露宫 我们有提过说每一个宫位 他的对宫都是你自己的内心世界 关露宫其实代表他自己在情感上面 他真正内心所想的事情 有天机太阴 然后加了一个露存 他会一直觉得说 我到底准备好了没有 我够不够好 我够不够值得这个男人把我娶回家 我今天是女朋友 我觉得我做不好可以走 我今天是老婆 我如果做不好怎么办 加上那个天行的要求 即便期待婚姻 即便期待感情 可是当真正在面对婚姻的时候 他其实会害怕跟逃走 因为他怕他自己做不好 你现在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嫁了 对不对 所以我是不是嫁不出去的老师 刚刚我们就讲了嘛 不用去相信你之前去算过的 所谓的你这段时间没有结到 后面就没有了 我觉得很多秘理师真的是常常讲话 就是让人很害怕 他就说 我跟你讲你这一年后不结婚 你又嫁不出去 没证源没证源 我会觉得oh my god很可怕 你知道怎么样会有证源吗 怎样 我们都说证源用原规话就有证源 这个事实上没有一种事情 每一段姻缘都在好好去谈 就会有了 我们今天谢谢肉依兰 记得订阅分享 加开小铃 大家可以去买我的书 她可以去买她的书喔 今天买我的书 那个三万英尺 高通的生活 其实有很多牌子的狗饼干很好吃 其实我有吃过 背后有被插件的感觉 有要被插件一定是你自己跑过完 你们可以看到怎么样不会喝到那个空姐吐口水的饮料 你只要很客气空姐都不会吐口水好不好 听完她们一趴 我就觉得干净真好 干嘛这样 干嘛谈个恋爱 然后这样找个人来遮可自己 要让我桃花 那期出去我又没桃花了啦